那我回丢给我们杨明哥之前 我要插播一下刚刚巧新受访的内容 他说因为卢宪一本人可能比较低调 他认为卢宪、丁学忠、图全吉三个人长得很像 又有人敢冒戴口罩 所以在异常走来走去 他认为像刚刚言之讲的 议事人员可能真的是错认了 就认错人 然后呢认为卢宪一在场 他就插了卡 那为何又会按出表觉器 按下投反对票 他认为可能也有人误认 卢人在那边又帮忙按 那反正他说不知道 可能就是认错就是你刚刚讲的 认错投错的可能性比较高 那但是要还给这个苗明哥 也要加码问一下 像之前吴思遥这种 如果有帮人家按等等 类似这样的情形 通常意识规则是怎么处理 就是我们要重新再表决一次吗 还是 过去的模式 王金平就会说来大家请自律 不要投按别人的表决器 就是如果有人 没有正常就是这样 就是发现了 发现了就两边会各自 就是说提醒 约束一下 那其实基本上不影响 那个意思的规则 就是说你不要被发现 你被发现 你就不要再代案了 就这么简单 那你因为其实对他们 为什么要去代案的原因 通常那个是在马拉松 就是说 那个一整天挑灯夜战 然后呢在那边 半夜啊 还在那边一直按一直按 因为要表决 比如说什么上百个案子 然后一直按一直按 然后有些立委要去开什么协调会 就会叫旁边的帮他代案这样子 可是那个还有出息就是他是他人是在立法院的 所以这个状况跟卢献一那个完全不在现场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两者的不同 那因为卢献一人没有来 但是他的表决器启动了 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立法院做一个调查报告是没有错的 是应该把他调查清楚 那其实你知道昨天有个笑话 所以我们在一个节目里面我们在讲说 卢献一是哪一个地方的委员 然后有人说苗栗 有人说苗栗 有人说苗栗 有人说那个台东 然后后来说他是原住民 他是原住民 三地原住民的立委 他是屏东的这个原乡的立委 而且他是医师 可是你看像这位委员 如果不是这一次事件 很多民众根本不会认识他 那当然现在绿营要打他是说 你就要跑去中国大陆 不管他去哪一国 基本上会其中 我再去强调会其中出国就是不对 那我也补充一下 刚刚我也看到那个国民党他们处罚的就是说 一次缺席投票就是罚一万块 然后呢单日最高罚到五万块 所以呢他们这一次他们那六个立委 原则上除非今天有正当理由 否则原则上就是要罚五万块 那但是那个甲洞没出席这是另当别论 还是这就不算案内了 甲洞的状态关键就是甲洞是为什么 甲洞就是为了要表决 总不二法了 所以关键是表决你缺席一次 有甲洞的状态下你表决缺席就要罚钱 所以他们未来就会去结算 他们通常国民党团是一个会期结算一次 到时候就会发一个文 说委员你这个会期欠我们多少钱 请于几月几日前缴纳 这样子那一般来讲区域立委都可以不鸟 不太鸟那个党团 可是不分区不能不鸟 因为你如果你的罚款没有绞心 你可能会被开除党籍 所以正常来讲就是关键在于这个部分 所以我奉劝不分区立委以后甲洞 一定要到该缴的罚款一定要缴 那以前马政府时代的那个时候的国民党团 立委很大 所以那个时候有人收到这个罚单还不爽说 扬言要退出党团运作说那这样我不要党团了 可是那个时候的国民党立委很多啊 都是六七十席嘛 那现在五十几席 我觉得国民党刚刚原志讲到一个很重要 如果现在国民党五十席都可以 里面有人还没有那个意识到 该团结该合作的这个这个这个价值的话 我想国民党的战力可能就会很惨 所以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该是国民党利用一次 幸好是这个表决没有那么重要 就今天就算今天那个卢旋印那个事情调查出来 重新表决那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个不影响整个大事 但是今天民进党就是要借事借端 拿这个事情来修理国民党而已 所以我是觉得韩国医院还是得要把这个事情好好处理一下 也许就说这个当天我们可以再重新来处理 我就是觉得是可以这样做的 刚刚很多官朋友我们在说就是哪六个 其实我们刚前面已经有跟大家提到 我们就来念一下 就是哪六位 我们做的讲蓝营的话 昨天缺席的包含了 林思敏委员 陈雪生委员 陈玉珍委员 陈金辉委员 还有翁晓琳委员 他们几位 分别因为不同的 还有陆选宜刚刚讲的这个 是因为不同的理由 缺席 有的说 因为在8点半的党团大会他有去 但后来因为即使要手术 这是陈金辉 那像翁晓琳跟林思敏就是他们声称说 他们事前就已经有请假了 好 那请教原知 因为其实 听巧新后来的转述 巧新也讲到说昨天在 8点半开会的时候 才决定 要来进行这个表决的一些作战的一些策略 他也讲即便知道可能不会赢 可是就是要表态 而且这个表态是他们不要让 例如假动不到 被 讲成是假动这件事情的恶性循环 所以才去做这样的事情吗 我觉得这个 最主要都想要表达说国民党要团结 真的真的发现太多事情就是好像大家都 都没有一条心 你看刚刚讲那两万那个东西 为什么传出去 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夸张 你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条心 然后再加上就是 上个礼拜 主要是上个礼拜我们有三个委员 他提的 复议案 就是民进党假动 然后把我们复议案挡下来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情 那因为这个事情后来 当然我们有点受挫嘛 就因为我们当下是觉得说 那都个别委员 个别委员所提的复议案 所以并没有说 好像跟自己有关 要去支持 可是问题是外界不会这样子看 外界会觉得说 即便是国民党的个别委员的案子 国民党党团都应该要 团结集体的去帮个别委员 去帮他跟民党作战 所以慢慢有形成这样的氛围出来 才会昨天就是礼拜五 昨天这个院会我们会发假动 那 既然你发假动 然后每次假动去 大家都坐在这边不知道干嘛 那久了会疲劳 就以前也有人去跟党团反应过 你要我们假动不是只有第一次 这不是第一次 其实好几次了 但是过去有好几次就是假动 然后我们去了不知道干嘛 然后民进党也没来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等到假动解除 这样子所以有人也有反应说 你要假动 你就一定要有动作嘛 至少你要展现出大家的 一个气势出来 所以 昨天才会坚持说假动要投票 是这样 那 即便是苏联没关系 苏联没关系 是因为说 你看这次好这个案子 坦白说 刚刚 我也不是说这个没过不重要 而是说 他 他对于实质结果不会有影响 他对于震撼的效率 是有实质效果的 对他不会影响到案子的进行 那不会影响到案子的进行 但是他会影响到外界观感 所以当下大家认为说 即便这个案子输 可是我们如果藉由这个 机会让大家讨论一下 给 就是不团结的委员一个警惕 让他知道说现在是团体作战 所以大家就觉得支持 那种要战的决心很强 所以因此我要讲说 虽然有少数人没来 可是来的人 其实都是非常团结的 我跟大家分享 昨天有一个委员 我就不说是谁 因为没有取了他的授权 当下就是投完票之后 我们赢了 但内部还是有稍微对话 检讨一下 那那个委员就说 昨天是他大伯 亲大伯 告别式的日子 亲大伯 但他都没去 他就是来接受假动来投票 他说所以希望大家 无论说你是多重要的事情 再重要也没有像他大伯的 告别是重要 大家能不能来配合 因为你不是代表你的个人 你是代表整个党团 因为你少一个人 我们党团就被看衰 昨天只要多来三个委员 我相信今天大家讨论角度 就不会这样 还不用到六个全道 对还不用到六个全道 因为你少六个 真的太夸张了 不过我还是讲 那个像我所了解 昨天曾经会委员 他是有在党团群属里面道歉 他有特别去党团群属里面道歉 就是说 因为他实在没有办法 但他很努力想要赶回来 他说好像他动完手术赶回来 就已经表决完了 对对对对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他 他至少还有悔改之意 但是昨天有一位委员 因为昨天你知道有很多蓝颖的支持者 或者说有一些媒体 他们会打电话去问说到底怎么回事 连那个地方的这种就是服务处的电话 都被打爆 那有一位委员 他们接到 他们办公室不是那个委员 就是他们办公室接到这个电话 就是直接挂电话 直接不回应 然后所以 因为就有人传讯息来 给我说这个委员太嚣张了 太过分 我就不讲哪一位委员 但是奉劝 国民党你 没有出席你应该要 就你没出席应该要这个谦虚一点 你不应该还让 你就可以说明一下说 委员这个家里有事啊 或怎么样 不是他出国啊 或什么样的原因 你就把原因讲清楚嘛 那就说未来会注意就好了 结果居然是直接 人家问说为什么委员没有出席 他是直接挂电话 我觉得这样反而会让支持者 觉得很难过 呃原志其实今天有一个这个 报章的报纸的标题里面 就有内文写到说 其实蓝英的支持者 现在很忧心他们说第一个会期都还没有结束 甚至才走到差不多一半嘛 他说 他觉得蓝的动员就已经开始很有疲态了 所以他们也认为这对于国民党的最大党 等于就国会最大党的监督的决心 实在是打一个问号 呃当然 因为这个事情昨天才发生 那我认为过去并没有这样大 大幅度的检讨我们党团的运作 那我相信经过 这一两天大的检讨啦 以后应该假动没有人敢没事就不来了 真的啦 大家可以先给我们党的一个机会 大家一定会更认真的去 去处理这个动员投票这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有相关的议案 比如说年改 年改就是我们给大家的承诺之一 好那 那这个陆陆续续还会再推 比如说像我自己我就 我就准备要提案 就是像NCC要把它废掉 我觉得是不可能 因为 你把NCC废掉之后 那是 还要有另外一个机关 来管理这个媒体这一块 那现在民进党的执政 他一定 搞不好 也是会一样的做法 但我现在 我是有提一个案啦 我要修法 把NCC 换照的权力把它拿掉 因为现在是 电视台就是六年要 六年要换一次照嘛 那NCC就可以用这种换照的手段 去 前置言论自由 可是现在数位汇流时代 实际上每一个人家里你去买一台电视机 你接网路 或你接有线电视 或你接什么 看的东西其实是一样 可是为什么 NCC单纯针对有线电视频道做管制 而且 他的管制是不公平的管制 他是用控制言论自由的方式 你只要批评政府 他给你关掉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现在就是准备要修法把他的权力拿掉 就回归到数位汇流时代 应该的管制 我觉得 这个也是我实现 对大家承诺 就是说我们会 争取公益这一块 那其他 包括像课纲啊 还有年改啊 这种 还有刚刚讲 所以提的 我们再回去 讲一下 就是说 蔡英文论文的事情 之前是有 赶快抖那一下 之前是有讲 就是说因为那个有签到大学自主 但是这个我是要等到高 就是有相关排案的时候 我们会来问 所以说那个东西为什么不能公布 就是蔡英文的深等论文 还有上次 杨明也有建议我一个 就是说学伦案 就是说林志坚的学伦案 的结果报告 连余症谎都看不到 对对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说 怎么样把那个学伦案 公布出来 所以大家有什么建议 欢迎鞭策 我觉得我们会 很努力地完成 大概就是之前的承诺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 AB科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 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 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科菲尔乳感菌 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 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 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科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下期视频 老师 谢谢大家